大家好 那么印度媒体原以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CRS发布的报告指出 印度和一系列国家正在研制高超音速武器 印度的商业标准报10月24日报道 一份独立的美国国会报告称 印度是少数几个正在研发高超音速武器的国家之一 与此同时一份媒体报道称 中国最近测试了一枚可携带核弹头的高超音速导弹 该导弹在未击中目标前绕地球飞行 展示了先进的太空能力 令美国情报部门措手不及 独立的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CRS 在本周的一份最新报告中 表示尽管美国、俄罗斯和中国 拥有最先进的高超音速武器项目 但是其他一些国家包括澳大利亚 印度、法国、德国、日本也在发展高超音速武器技 相关的技术 CRS在报告中称 澳大利亚在该领域与美国开展合作 印度是与俄罗斯开展的合作 印度与俄罗斯合作开发的最高飞行速度达到7马克的 叫布拉莫斯高超音速巡航导弹 预计该项目将于2025年到2028年完成 印度还在研发一种国产的双 叫双能力高超音速巡航导弹 作为高超音速技术验证飞行器 HSTDV项目一部分 这份独立领域的专家为美国国会成员准备的国会报告 表示印度拥有12个风速达13马赫的风动装置 英国《金融时报》本周报道 中国已经测试了高超音速导弹 然而中国否认了这一说法 称其测试的是高超音速飞行器 而不是具备核能力的高超音速导弹 英国一家主要报纸还称 导弹偏离目标约20英里 当地时间10月20号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中国试射高超音速导弹是令人担忧的 20号上的当天 拜登在前往宾夕法尼亚州时 记者问拜登是否担心中国的高超音速导弹 拜登回答 是的 白宫发言人普萨基 10月20号也告诉记者 白宫已经通过外交渠道 对中国高超音速导弹技术表示担忧 英国《金融时报》10月16号报道 中国在8月份试射了一枚高超音速武器 但和以往不同的是 这枚导弹先是进入轨道以后 进行环绕地球的飞行 随后重返大气层 进行高超音速滑翔 不过最终战斗部落在距离标靶20余英里处 针对媒体有关中国今年8月进行的高超音速武器的测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否认这一说法 赵立坚表示 此次实验是一次例行航天器的实验 用于验证航天器可重复使用技术 这对于降低航天器使用成本具有重要的意义 可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提供便捷廉价的往返方式 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公司都已经开展了类似的实验 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雷神技术公司 正在努力开发美国的高超音速武器 那么大家介绍一下印度和俄罗斯的高超音速导弹项目 那么俄罗斯它的布拉莫斯导弹 实际上改进型的发动机可以达到7马赫 达到7马赫没有任何问题 现在最大的瓶颈在哪 在达到7马赫以后 这个导弹的控制 我之前讲过 高超音速导弹 它这个速度最高能达到20多马赫 这个都没有问题的 但是越快的速度 你越难控制这个导弹 大家知道慢速 这个导弹你可以控制变轨 速度越快 你越难控制它变轨 25倍音速你怎么控制 很容易这个导弹就偏离了 就是失控 所以现在越快的高超音速导弹 实际最难的问题在哪 在控制 对这个导弹的控制 后续的控制 最后我说我的看法 很多国家都在研发高超音速导弹 但是我觉得有实战能力的 只有中国 俄罗斯 还有美国 其他国家很难 你首先得有弹道导弹技术 有这个变轨能力 有这个变轨的技术 你才能研发出真正有实战能力的 高超音速导弹 不然你这个导弹再快 你就算达到25码核 30码核 它不能变轨 或者变轨 减速你才能变轨 那导弹的实战能力就不行 所以我说未来 在这个高超音速导弹领域 想追赶中国 追赶俄国 还有美国 其他国家差得还很远 中国 美国 俄罗斯 还是在第一体力 而且未来是有实战 是有实战这种高超音速导弹的国家 其他国家 我觉得 只能说是一种什么的 简易的高超音速导弹 很可能就连变轨都不可以 发射以后 就是按照原定的轨道 只能上去以后 按照原定的轨道 来打击目标 但是这样很容易